金币重往未来里最破坏的游戏体验的角色 1.露西 1999里最反人类的废物养成器 他的出现直接杀死了对军赛道 别的主席只逮变了某些玩法的环境 而露西他又无脑堕鸡并且速冬几乎所有端塔 直接把1999打成了堕鸡富有的定位 尤其是新玩家一定不要抽露西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打通生棉 莫名其妙就变老灯了 2.艺术尔德 明明地位适合辅助就要打完一探结算 赛比我的主席都刀 最关键的是侧牌拳还比你少 作为半年前的角色 灵素素质比最近up的水戏和来手帕都刀 他不得新角色面子 3.塔尔尼亚 这位登市阵望急 欲强折强 能堂能打 输出辅助生存三手抓 露得中毛盛免三胎花 当初那伙甚至可以和维拉联手 拳打队无伤生命满心 身为防御位 赛刀刀刀可以单人带队 一点面子也不得我千家万户解留 尤其是那些美冲一色地的新灯们 千万别说塔尔尼亚 说不定哪天半夜起床 就被一色地刀了 4.维拉 抽自然掉的说是马托斯社后 结果抽完才发现 老角色加拉波纳 梅兰尼 辛T 哪都能用 新角色少德路西塔塔也抢着在用 甚至跟牙羡羊 恨不得掰成两的来用 抢下去太纠结了 5.星巴别塔 1999最保值的右星角色 他入到现在 没有一个角色能撼动他的地位 甚至强度榜都得为他单胎一栏 可以说他这些塑造的刀底 就是新玩家和老灯最大的区别 不介意抽 但可以推荐你朋友抽